学生生日这天特别准备蛋糕 替寿星庆生并全程拍下影片留念 他是补习班的苏信负责人 平时常在脸书专页分享教育理念 以及和学生的合照 看似教学认真 不过19号下午却突然传出坠楼案件 警方获报后也立刻赶到社区内拉起封锁线 不过苏信负责人仍因伤势过重 强救后人宣告不治 警方调查也发现原来自民使者17号 才因为涉及创意私房案件 遭到检调带回侦办 没想到才隔两天就传出坠楼死讯 苏信补习班负责人 被查出是创意私房的附会会员 曾购买偷拍如厕 群体风光等犯罪影片 检警到场还发现 他涉嫌在自家补习班厕所内 安装真孔摄影机 偷拍女学生上厕所 初估至少有数十名未成年少女受害 台中市检方查扣上百部影片后 紧急提出生压 才定无保请回事后进坠楼身亡 对此新北市教育局表示 事发后已立即勒令停业 同时督导退废安置 不过几天前新北市板桥 才有一名灵性工程师 因为涉及创意私房案脱逃拒捕 意外从19楼坠楼身亡 如今又发生类似案件 也引起大批网友讨论 创意私房案引发社会高度关注 不止全台警方大动员 还有骇客团体看不下去发动攻击 删除论坛内的影音内容 并将论坛首页更换 如今整起案件也已进入司法程序 只判能还给被害人一个公道 参与新闻全文明显新北采访报导